這樣我們就上來了 走這邊就可以到榮礦爐 不過去榮礦爐之前 大家可以到這邊 到這個紅色的立足點上面 然後再往上面跳 用你的連跳能力可以到這上面 然後把自己變成一個炸彈 發個炸彈以後 應該把自己變成一個球 然後發炸彈以後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導彈包 到這個房間裡面 這個房間要怎麼擠喔 你在這邊卡關了嗎 你在這邊卡關了嗎 這個房間你要變成一顆球 到他的身上 到他的手裡面 然後他把你丟出去以後 你馬上按Z 使出蜘蛛球的能力 像這樣 然後吸到這邊 然後按炸彈啟動其他的機關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 密跳羅德救急復刻版 我說為 上期的影片裡面 我們拿了波動炮 這一集我要帶大家去拿冰凍光束 我們要出發囉 我現在人在儲存站這個地方 我打算帶大家一起去 榮礦爐這裡 因為榮礦爐可以到 蓄水池密室喔 這個地方是我們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 那怎麼樣到這個榮礦爐呢 我們從上面走 這邊 我們要從上面這個門 就可以到榮礦爐 我們之前有上去過 那如果要上去的話 我先把這些蘑菇打掉 不然的話會噴一些臭氣 會毒到我 這邊啊這個 先把蘑菇打掉後 我繼續往前走 我們不要到這個地方 這個門上面 之前沒有連跳能力的時候 我都從這邊往上面跳 然後繞一圈從這邊走 但是現在我有連跳能力了 我就 從這邊直接跳上去 這樣我們就上來了 走這邊就可以到榮礦爐 不過去榮礦爐之前 大家可以到這邊 到這個紅色的這個立足點上面 然後再往上面跳 用你的連跳能力可以到這上面 然後把自己變成一個炸彈 發個炸彈以後 應該把自己變成一個球 然後發炸彈以後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導彈包 這個導彈可以增加5發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發 95發導彈 超讚的 然後從這邊下去 小心一點 這樣 然後我們就來去榮礦爐這邊 我現在人在這邊 我剛才從儲存在那邊出來 現在走上來 然後我們要一路走到 能量核心這裡 來吧 好 這邊喔 這邊有發雷射 之前我覺得雷射這邊超煩的 現在我們只要變成一顆球 發炸彈就可以了 就可以從下面這邊過去 我完全躲過雷射 然後到這個能量核心這邊 是嗎 叫能量核心嗎 這個地方 對 沒錯 能量核心 那我們就要往前走 走到榮礦爐這邊 這樣往前走沒有問題 有什麼東西嗎 好 我們就來到榮礦爐這邊 這邊我們之前有來過 可是之前我們沒有 蜘蛛球的能力 所以我們沒辦法走這邊 現在我們沒有蜘蛛球的能力 我們就可以往這邊走 然後這邊的話走快一點 不然的話這石頭會掉 會熔掉 你看到嗎 要走快一點 然後一路來到這個房間 大家小心點 好 把它打爆以後我們還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一些通道啊 我們現在沒辦法上去 我們該從這邊過來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化成一顆球 然後往這邊走 然後再走這邊 然後再走這邊 這樣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在榮礦爐然後一路走到這裡 大中庭通道 大中庭通道 這邊的話 我們先往這邊走 然後看能不能跳過去 很可惜不能跳過去喔 我們人在這邊 大中庭 在大中庭這裡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 加速球能力 這樣就可以上來了 不錯吧 然後看到上面有個導彈 要怎麼樣拿這個導彈喔 秀給你看 你先掃描這個 他會說 這邊 因風化而受損 硬度偏高 你看到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用你的導彈 然後 蓄力以後 然後發那種叫導彈炮 一次發五個發的那種 就可以把這打開來了 打開以後 掃描一下 他說在附近有系統聯動什麼的 你掃描以後 然後 這機關就開起來 然後你要怎麼上去 你要怎麼上去這邊 還是用你的加速球 你就在這邊把自己變成一顆球 然後你就加速 這樣 這樣你就到這邊了 然後這邊以後你發一個炸彈 然後在這邊再發一個炸彈 你就要開啟了其他的機關 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的話 歡迎幫這個影片按讚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也很愛這個遊戲 那我們就過去這邊 這個機關這裡 還是一樣 加速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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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開這個器官 然後好像在從這邊上去 還要在石線裡面上去 你就可以拿那個導彈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從這邊走會看到什麼東西 沒有 沒有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看過 那我從這邊下來 然後繼續冒險 我們就還是一樣 用滾的方式 滾上去 好 到這邊 我最近發現啊 這個黃色都可以掃描 其實這邊黃色都可以掃描 不過都是什麼日誌啊 好醬 好醬 那我們就往這邊走 我們剛才從這邊過來的嗎 我們剛才從這邊過來的 然後在這邊掃描以後 然後往前面走 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到有一個門在這裡 發個導彈可以把它打爆 然後進去以後 我記得是 我忘了 我其實忘了裡面什麼 是一個通道 我現在可以發100發耶 100發的那個導彈 超酷的 接下來這個我記得 這個你打 出去以後 你會發現有很多很多的 新的怪 很像那種 會隱形的機器人 你要用什麼打它 你要用這個 光速打它 加強光速 黃色 用黃色打它就可以了 就是把 你看到它飛來飛去 你不用著急 你就是蓄力以後 瞄準 然後 打 其中的一個就可以 就是慢慢打 開始喔 我來囉 有沒有 出來一些怪 然後你就不用緊張 你就看了它以後 瞄準 蓄力 瞄準 它會飛來飛去 那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然後音樂也變得有點緊張 直接下去好了 直接下去好了 這樣蓄力 然後左右 走動 這樣子 不要待在一個地方 被它打到 像我一樣 或你要發炸彈也可以 我覺得炸彈也不錯 或者直接發波動光 直接發這個光速給它也可以 這樣可能比較快一點 這樣 就爆了 好就來到這個地方 那 這個房間有很多的出口 就對了 那有些出口 你現在還不能 出去 像這個白色的出口 白色的出口 要用白色的武器 要用冰的武器 才可以打開來 現在沒辦法打開來 然後 在我們繼續推進巨型之前 我們先走這邊 我們剛才從這邊來的 我們剛才從這邊來的 但這邊有個洞 如果你走這個洞進去的話 你可以補充你的導彈 這邊是導彈補充站 就是最好可以來這邊 我覺得超讚的 把你的導彈補充的滿滿滿 好然後再出去 到這個房間裡面 這個房間要怎麼擠喔 你在這邊卡關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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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間你要變成一顆球 到他的身上 到他的手裡面 然後打 他把你丟出去以後啊 你馬上按Z 使出蜘蛛球的能力 像這樣 然後吸到這邊 然後按炸彈 啟動其他的機關 好那我們就 可以從這邊走 然後再從這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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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這個顏色你想到什麼嗎 你會想到 要用紫色的光束嗎 用紫色的波動光束打這邊 然後再跳上去 這樣又啟動一個秘密的機關 太酷了吧這遊戲 還不玩爆 還不玩爆 開啟了新東套 那我們再變成一顆球 到這個鳥人的手裡 這次我們要走不同的通道 嗯哼嗯哼 這個通道 所以那個中間有一個白色的 大概就是 有那個要有那個很冰的 武器然後就可以打那個白色的那個標誌 然後告訴我們這邊也可以去 偵測到能量反應 我們就要去那個地方 拿我們的冰凍光束 我們就一路從這邊走 然後掃描一下這個 就可以一路往這邊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叫蓄水池 這樣我剛才在這邊 有一個鳥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現在來到蓄水池 剛才那個地方叫 長老大聖堂 現在我們要到這邊 他說這邊有個問號 哪到這邊你會看到一個新的怪 你掃描他一下 他說這個怪叫做 石頭殘除 然後說要內部攻擊才有效 所以我們就先下去 下面有一個 泰龍合金 排水勾蓋 強度以折損 然後我們就下去 下去以後 化成一顆球 因為他強度折損 然後我們就 發炸彈 把他炸掉 好醬喔 然後你就可以用你的加速球 被這個怪吃掉以後 發個炸彈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走吧 其他的 怪也炸掉好了 炸他 好多炸掉以後我們就可以往上走 上面還有一個怪 欸 不過把他炸掉以後 我們就可以上來了 上來這邊 有兩個門 就對了 這個門是存檔點 我們先繼續存檔一下 存檔以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前面就是我們的冰凍光束 不過後面有個洞可以出去 我們之後再從這個洞出去 我們先 去拿冰凍光束 跳兩下來到這邊 然後來拿我們的冰凍光束 所以我們看到白色的門 都可以打開來了 我們就有冰凍光束以後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換成冰凍光束 打開這個門 好那這邊有很多門 有這個門是剛才的儲存點 然後這個門打出去的話 會是一個電梯 然後那個電梯會到 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沒辦法繼續走 我有走過 然後這個門打過去是存檔點 存檔點後面有一個洞 那個洞會去到太隆 室外桃園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從這個門出去 不過在那之前我想要先回去這邊 回去剛才有鳥的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人在這裡 我們現在人在去水池這邊 我想要回到長老大教堂那邊 就是剛才有鳥的那個地方 你回去以後又會有很多的 機器人會來打你 沒有嗎 沒有嗎 我以為有 沒有的話我就下來這裡 然後 現在我們有 唉唷真的有 先把他們打掉就好 剛才有一個現在有三個 你還是不用怕 你就是用你的光束 打爆他們 最後一個 終於被我打爆了 好反正我們回來這個房間以後 把這些怪打爆以後 我們接下來要去 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現在有 這個冰的光線 所以我們可以打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變成一顆球 這樣會開啟一個新的門 新的路徑 所以如果你拿到冰的光線以後 冰凍光束以後就可以回來這個房間 然後到鳥的鳥人的上面 他會把你丟出去 這樣你到這邊就可以拿到一個能量包 不是能量包 能量包 這樣我們又增加能量上限100點 比較不容易被打死 我們現在有了 八個能量包 超酷的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離開 變成一顆球 然後從這邊離開 回到這個房間以後 這邊有很多門 之前白色我都沒辦法出去 現在我們都有辦法離開了 現在我們都有辦法離開了 所以如果你走 你走這邊的話 你會走到 剛才這個房間 就是我們拿導彈那個房間 好這樣 如果你剛才走中間那個門的話 那如果 你回去剛才這個地方 剛才這個房間的話 這邊其實還有其他的門 在這裡 如果你走這邊的話 你會到 也是剛才我們看到的房間 這房間我們也去過 我們剛才來的時候有經過 那接下來我想要到哪邊去 接下來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接下來我想要先回到 長老大聖堂這邊 然後我們會從這邊走 走到剛才我們拿到 冰凍 冰凍光線的地方 然後走到存檔點 存檔點這邊有一個門 有一個小洞可以走進去 這樣我打算從這個存檔點的小洞走進去 那我們先走到 我們先從這邊 走到 長老大教堂 然後等一下可能會打一些怪 不過大家其實不要管他也可以 好 這樣我們把他都打爆以後 我們就從這邊上去 然後看大家要不要補充一下導彈 我想要在這邊補充一下導彈 然後再繼續往上走 好 然後從這邊走 然後從這邊走 我們就來到剛才那個房間 我們還是一樣用 這個球的方式 然後到我們存檔點 好 我們接下來從存檔點這邊離開 扫描一下 这边可以去 泰龙世外桃源的东部 那我们今天想要到那种降落的地方 然后休息一下 下期再继续玩下去 密兔罗这个游戏 就是不能随地休息就对了 你一定要存档点才能休息 炸弹把他杀了 反正我导弹很多 然后从那边走 这边有个导弹 不过导弹下面有些红色的草 你先把红色的草射掉 安全以后我们再去拿导弹 这样我们可以发105发导弹 现在 还是怕到一些 一些红色的植物 没关系 我已经尽力了 这边好像会有一些机器人来 打我 所以我们就准备好我们的 武器蓄力一下 真的 把他们都打爆以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面走 这个地方可以走进去 可是走到最后是一个死路 就是目前我们还没办法继续走 就是可能要获得一些新的能力 获得游泳的能力 潜水的能力 才能继续往这边走 那我们就先往这里走 这里其实我们之前有来过 是从太龙室外桃源来的 我们还说这边有一个导弹 想要拿在这个附近 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拿 在这边 等到有潜水的能力才能拿 现在先离开 我把我的武器换一下 这样我们就快要到我们的太空船这边了 现在这样 我们再来到太空船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下次再从太空船这边出发 那这就是这一集的蜜特罗德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这个影片按赞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